中国的国制重器航空母舰,最近完成了海事,即将交付使用,中国一直在上面花费了很多心血,很多科研人员业以继日的研究,才得以将我们的国产航母完成列转。 这其中费尽了太多心血,作为我们单位邻国俄罗斯,在军事实力上来说,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,他们的军事科技继承自苏联老大哥,苏联的军事实力自然是不用说。 但是后来苏联解体了,他的军事实力也土崩瓦解,被俄罗斯,乌克兰等国家继承下来,我们国家很多的造船技术,要是说起来,主要还是来自于苏联,俄罗斯有一艘航母,库茨涅佐夫号航母,上次去叙利亚转了一圈,帮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,这艘航母因为国庐年就失修,在海上航行起来, 那叫一个龙烟滚滚啊,所以从叙利亚回来之后,库茨涅佐夫号航母已经进入船厂进行整修了,据悉,好像需要四年的时间,才能完成最后大修,这艘航母的建造还要追赐到苏联时代,当时这艘航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母之一,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它还能服役,已经是令人欣慰了。 去俄罗斯媒体报道,它的八个锅炉已经坏掉了六个,所以每次航母出行的时候,意味着剩下的两个航母锅炉,都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前行,这方估算,如果要修好航母,差不多得再花四十亿美元,俄罗斯的海军几乎难以承担这笔天价维修费,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,如果想维持着俄罗斯对西方的威慑力,就必须要拥有航母,俄罗斯还提出了要兴建一艘十亿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,如果建造完成,这艘航母将作为俄罗斯的主力舰艇列装军队, 但是这个计划能否成行,还是各位知数,苏联以前的造船计划都会在乌克兰完成,所以乌克兰境内,有很多苏联时代的船长,现在都已经兵临倒闭了,俄罗斯现在想重新造航母,意味着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,但是俄罗斯的大国梦想不能没有航母, 现在俄罗斯正在寻求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,以建造完成新型航母,于是最近有俄罗斯的专家,趁,想借中国的辽民舰,来帮助海军完成训练,在俄罗斯大修航母的这段时间里,希望中国能够帮助俄罗斯一把战役停,是不是有点奇怪,航母还能用来借着玩吗?这玩意不应该都是宝贝疙瘩吗? 其实这样说,是因为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,法国之前修戴高的航母时,就曾经借了一艘美国航母来训练士兵,所以这么说来,中国也能借航母给俄罗斯,不过美国借航母给法国,是因为人家不止一艘航母,借出去也没事,不过我们就不一样了,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借吧? 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吧?首先中国借给俄罗斯航母基本是不可能的,首先中国只有两艘航母,我们军队都不够用,怎么能外借? 辽宁舰本来就是一艘训练型航母,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训练,辽宁舰的当期可是比一些明星还要紧张,所以说,根本没有时间拿出去给别人用。 另外,航母借出去,不是撒手不管了,还是我们的人去维护,去指挥行驶,俄罗斯人肯定不愿意我们来指挥他们。 这同样是个很麻烦的问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